而受影響的村落幾乎全部都是非原居民村 可見政府是欺善怕惡 不但如此 政府透過操作主流民意 說規劃是為了更多土地應對房屋需求 以此壓倒村民 有村民接受訪問時說 只要意見書中對規劃提過意見 即使意見上是不要賠償不想公屋 都應該贊成 當局根本沒有尊重居民的權利 直到現在 村民只有原居安置和上樓的籠統回應 個人、家人和社區的網絡 隨著這個規劃會隨時瓦解 所謂特區中的特區 牽涉邊界後撤相非勇港 強推越港融合收地賠償的龐大公帑等全港性議題 政府鬼鬼祟祟進行諮詢會被市民迫爆 根本不能像行政會議 成員陳志思所說的是平白無視 多了非諮詢對象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年日來口認 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是深港融合 還有狠批有關的說法 只虛烏有 但我們翻查包括第三期資訊的文件 當初政府推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主調 是要讓整個發展區連接通往內地的邊境口岸 例如古洞北可以有交通背道接通落馬洲口岸 粉嶺上水連接羅湖和民感道口岸 而平邪和打鼓嶺就連接新興建的連堂和鄉維園口岸 諮詢文件都寫得清清楚楚是深港融合 全體到發展都是要促進跨境經濟活動和粵港兩地融合 說到無恥都沒有人會無恥得過梁振英 設立這個邊境發展區容許內地人免簽證入境 為大陸居民提供購物經商求知求學求醫和其他港式服務 其實這些相關的想法在08年3月 兩篇文章以邊境發展區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和雙線發展 辦好內交確立作用兩篇他老人家寫的文章都寫得清清楚楚 2010年梁振英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 他說在邊境開放禁區上設立容許內地人免簽證入境的邊境特區 並且將新界東北三個新發展區並入邊境特區 或者變成附庸區 為邊境特區提供商業居住和蕭閒等配套功能 又是說得一清二楚 現在還來紫虛烏有 現在不過繼續將他的政綱拿出來 再說一次然後要推行 香港人捍衛本土的意識越來越強 梁振英立法會答問大會抹黑互港行動為閉關所說 反駁對他的指控是無稽之談 辯稱外界指控是上綱上線 沒問題抹黑別人 還不了自己清白 天可憐忍 香港要被迫接受一個前言不對後語 精神分裂的港共分子統治 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 被盲口那樣 Sports Pedismus 這個吉他搭配的人ルク 像是大肩某點 他說 Maxwell 瓦瓦惪 是以前的家族是經常買 cleaner 嘴巴伏的 painting 說到什麼 神經病 四場的賽事 誰要看這場 我們是常常看的 看酒保 逢星期二晚十點 逢星期四晚八點半 天下足球 和大家伯盡球壇天下事 制約胡亢 義務反骨 四面囚定 義務反骨 我們是否一個奇遷鮮明 做我們的反對派 或是否更加一個奇遷鮮明 張濟民主黨 張濟民主黨 人民力兩萬歲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根暴然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真名 指引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黃毓民民道 現在和你否釋跡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回到第三節 我們這節會聽聽電話 近來很少很少聽電話 電話號碼是24404088 24404088 我們今天第三節打電話來 但剛才我聽完毓民說了一段話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們的身份已經轉了 我的身份應該是香港原居民 哈哈哈哈 真是糟糕 不是糟糕 是將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怎樣呢 剛才毓民說了一段很清楚的事情 原來他一直在想 將香港變成環珠角三角洲的有錢人 住的地方 你在香港出生 但你沒有錢 你又不應該在香港住 真是糟糕 他真的有這樣想過 不是這樣想 我聽下去 他真的這樣做 但想做就做得到 如果我們不捍衛就做到 我們不出聲就做到 剛才有個網友提醒我 你TVP沒有人滲透 我人頭搏糊糕 那就是擇亂費 他當年 這個是共產黨 但到最後他也是脫離共產黨 等於站在人民這邊 他曾經也是被當年的港英政府迫害過 現在對共產黨有很多批評 當然但仍然是愛國的 就是這樣說 有網友提醒了我 今晚現在11點 正在做《靶酒當歌》 第二部分大家一定要看 跟劉慧雄幾乎起來拍桌 他想找個酒杯扔 去到這個地步 林環昌差不多按不住 好 我們聽聽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 你好 喂 林先生 你說正確 我姓劉的 知道 劉先生 也是劉先生 請說 肥佬佬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毓文 第一就是大班的問題 就不需要說 因為撐人言論自由 我們都不需要大事大非的問題 是吧 希望毓文在人網和蕭先生商量 和radio 就在早上8點至10點 整個封煙節目 晚上6點至8點 又整個封煙節目 由我們香港的反對聲音 給多個平台給我們 我看到大班的成功秘訣 都是封煙 那些 就是我們 反對的聲音 進入去 有個平台給我們說話 現在我們在 港台和商台都 背負了 那些反對聲音 真的 你看到我們的趨勢 是吧 一聽到聲音 是呀 聽到聲音 真的不可以進去 所以 所以 毓文 你和蕭先生商量一下 真的 在早上和晚上這兩個時段 我們可以做義工都可以 可以 可以 我們做義工 可以做聽電話都可以 真的 是吧 我們給一些義工上來 是吧 做一個聽 聽網台的封煙節目 是吧 全世界都可以聽到我們的反對聲音 是吧 好 好 好 想想想 多謝你 要早上做封煙節目 今晚做封煙節目 不容易的 因為你始終直播也不是太多人 好 我們聽聽Ms.Soul的電話 蘇小姐 哈囉 毓文你好 是 你好 各位好 首先 我想說 本來我很討厭你的 因為我覺得你很粗魯 為何討厭你 粗魯 但是呢 經過現在這些大事大悲 我真的發覺你是 真是很正氣很正氣 那現在的議會 真的很需要你這些人才 因為 實在太艱險了 裡面 我想希望你呢 就 盡量 不要再追究 阿達 輸了 在東九那裡 因為 我發覺這個 可能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你們可以 類應外合 那 我現在 看到香港的政府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很恐怖 完全是 賊仔的所謂 自從 三月的那個選舉 一直到現在 他們所做的事情 真的 從賊黨沒有什麼分別 那我希望呢 真是 眼見現在 真是很害怕 其實 雖然我自己身處外國 你在哪裡打來 我在紐爵士 OK 你遲些過來 你遲些過來 紐爵士 是的 我大約是 20號左右 十二月 希望可以 有機會 可以跟你握手 不要客氣 我們 你去紐爵士 我多數都是紐爵 我們可能會有些餐會 到時我們會上網 你看到 好啊 好啊 現在真的很需要你這種聲音 因為真的 太艱險了 裡面 也不是人 那群人 我希望 另外一個希望 就是 你們所有人 放下成見 大家團結一次 因為 看他們那種 的態度 根本就是抓住你們 那些泛民 是完全不合作的 大家 所以他們根本 是不需要射你們的 現在我覺得你們唯一的方法 就是團結 團結 所有的泛民派 大家一起 雖然有些 就是 不知道他們內心是怎樣想 但是 起碼你們可以 團結 大多數 可以大家一起 看看如何合力 對付這些賊 知道 好 謝謝你們 蘇小姐 謝謝你 謝謝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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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小姐就是 美國 美國的東部 新澤西州 打過來 紐約和紐約都很近 其實我每次去紐約的時候 都有一些 紐約的朋友過來 希望下次可以見到她 現在香港的情況 其實慢慢的人都看到了 無論是傳媒 特別是傳媒 自我檢查最嚴重 她不用人教你 自己教死了自己 有一天有人問我 為什麼她說 你立法會可以有些議員提出來 限制自己說話 這個真的很好笑 她說 那是這樣的 為什麼有一個議員 她提出限制你們說話 我怎麼這麼奇怪 那個是建制派 她是防止我拉布 我真的叫自己 閹自己 她閹得自己 她是舒服的 她閹了我 你明白嗎 她說你閹我 我不舒服 她自己閹自己 舒服的 那是糟糕的 你明白嗎 她閹得自己很舒服 自閹都可以 人家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你作為一個議會 要不讓自己說話 不讓自己說話 只想說一次 提一個動議 那我不奇怪 民主派也是這樣 去年民主派 民主黨 公民黨 加上李卓人 就是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限制我們的言論自由 今天她出來反對葉國謙 我覺得很奇怪 沒得說 什麼好說 但是別人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問外國 議會要通過一個修改議事規則 要令議員不准說那麼多話 也是議員提出的 人家會覺得很好笑 對吧 這個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 一句就說完了 不用跟她說那麼多話 一句就說完了 李業國謙是議員 來的 你在財委會提出 修改財委會議事規則 限制這個議員提出動議 只可以一行每一個議題 即是你現在生果金 那裡只准說一次 即是等於 或者只准提一個動議 這樣行不行 一個這麼有爭議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星期五 他明天會生果金拿出來 有人提中止辯論 那又要吵一頓 現在政府就說 下個星期 做個特別會議 在那裡才表決 聽團體說完之後 換言之明天就過不了 過不了 那又搞什麼呢 那明天可能就搞那一件 那先搞主席提出那個所謂程序 那我們都拘捕他了 沒得談 這個就跟他到死死相除 但是民主派說 一天民主黨說要無限期抓捕 讓他們看看如何無限期抓捕 我在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黃先生 到你了 黃先生 喂 請說 我認你的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其實剛才抑文 各位主持人說 剛才抑文說 無限的關於香港共產黨的節目 其實我覺得 我的感覺就是 他可能是想 為了公開 他們可以自由公開他們 香港共產黨員的身份 而鋪路 視一下水溫 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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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無限 如果不是你無限 怎會做過這樣的節目 你眨眼看 好像他在那裡揭 揭臂 其實不是 揭臂 也沒有什麼 那些 你找現在的老共產黨員 原來講的那些 都不是新聞 全部都 是 就是那些蒙茶茶的人 覺得 是這樣的嗎 哪是新聞 他說的那些我們全部都知道 我覺得很大可能 不 你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 可能接著就公開 遲些 嘗試水溫 嘗試人的反應 共產黨不是那麼大人害怕 至少達到一個效果 共產黨不是那麼大人害怕 那就可以了 是 所以你這個觀察 都算是 可以 可以 讓我們參考一下 OK 謝謝你的電話 拜拜 拜拜 共產黨在香港住了很久 多年 由共產黨成立之後差不多 沒有停過 都沒有 沒有停過 國民黨也是 是九十年代之後 國民黨才在香港慢慢慢慢淡出 這是跟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有關 台灣民主化 本土化 那些有關 還帶去你外面的事情 先搞定時期 先搞定時期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九十年代之後 你看到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 越來越適美 就是這樣 很簡單 沒有錢 沒有東西可以搞 我一關水下 搞什麼 以前香港的僑團 教育機構 文化機構等等 有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搞 等於共產黨現在有錢 有多少東西可以搞 聚餐天天搞 旅行天天搞 去大陸參觀天天搞 去大陸考察天天搞 去免費旅遊天天搞 去大陸短期學習天天搞 有錢就可以了 沒有錢搞得沒有 當年國民黨就在香港 搞學協每年的官摩團 幾乎免費 去台灣 玩兩個星期 去參加救國團的自強活動 那個又等於 一個政治宣傳 你明白嗎 跟現在 你共產黨在搞那些 沒有分別的 共產黨70年代都搞過 當時的學院 港大那班 搞學生運動 那些誰沒有回過大陸 穿件毛裝 在長脈里長城裡拍照 多優型 後來有些人摸了街 有些人發財 現在都在說幾十年前 這些人都像跟我一樣 一年多 是那個年代的人 香港在港英統治時代 各共兩黨在香港進行沒有炮火的戰爭 都在說幾十年 是嗎 好 聽聽溫哥話王先生的電話 王先生的電話 喂 祝敏 你好 TNT 喂 怎樣 很久沒見 上次你兩個禮拜前 和我帶狗吃完 蛇宴在這裡 是嗎 然後一個月後 你請我吃蛇 不是 現在就是問你 是不是聖誕節過來 我聖誕節 當然不會聖誕節 貪得意 我現在等機票 確認 應該是12月中 OK 因為我找到一個人 他自稱是你的同學 是 但不是劏房波 蛤 不是劏房波 我很多 今天有中學同學 但我同學 有小學同學 對 在這邊 中學同學 正六 OK 我知道 我們培聖 在溫哥話有很多人 我中學也有很多同學 給他指哪個 正六 當然知道 當然知道 這次打給你 我不是想和你討論 怎樣去搞這個 反對港共政權 其實我真的 想鄭重提醒你 要保重身體 哦 OK 你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真的要聖爬一點 總之幫得你什麼 你又想電台 又電視 又其他媒體 又要回來做節目 回到晚上 真的 我看你想過幾次入廠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 再想多一次 就影響得很大 所以最重要 就是保重身體 事情要做 但是 叫身邊的人 幫得就幫 好像大狗那麼大隻 就叫他做多點 哈哈哈哈 你的理解真的很簡單 大狗大隻 就可以做多點 你們的Studio 你們的Studio這麼低 你擺明是不受大狗玩的 我都在後面做物仔 做些流羅走市 唉 我告訴你 你沒辦法 空間有限 可以這樣做到一個錄音室出來 應該是非常之好的 喂 喂 可不可以扮歡樂今宵 前後座高座低座 其實我們在後面可以站高 我現在試一下 在後面 哈哈 好像公眾看台一樣 和你前面 在這裡可以坐過去 你等著滾下去 哈哈 喂 不是很好的 就是前後座公眾看台 那樣 我坐在後面 當然是高一點 真的這樣 哈哈 真的開心 哈哈 立刻表現 其實最重要是身體為上 多謝你 希望那些朋友全部都能幫助 對 OK 好 多謝你 OK 多謝你 身體當然很重要 不是身體健康有問題 我最近因為去檢查身體 照搶鏡照胃鏡 我胃鏡一照 就發炎 所以台長就說不要緊 發炎就吃少點東西 那就做多點運動 他已經教了我怎麼做 我就遵照台長的訓事 試一下 就是這樣 又怎樣 又有什麼可以做 當然我自己其實都會很緊張身體 因為你的精神狀態 不能夠出現毀滅的現象 尤其是在立法會的辯論 因為這代表了某一方面 激進民主派的一個 icon 不過我們當然希望盡力 可以做多少 但是人始終精力 又有限 還有時間有限 太多事情要做 現在的排山島可以來的 這些工作 台長上星期一才問我 是否11月就開始做什麼 他就說我何時離開 他就說他離開 走之前 現在還有一個多個月 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嗎 我們想的事是比較遠一點的 因為想到你走之後我怎樣做 你說做三晚 那三晚會變什麼出來 我都要想 我就覺得 就算我 我不在這裡只有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的時間 加勞也可以做 加勞我在這裡 他只是說小事 你讓他自己坐在這裡 一個人 多一個人 他都可以說很多話 對嗎 要預備 那要預備 我都有預備 我在心中 是嗎 我今天想說什麼 那我都有預備 你知道我沒有預備 你不要常常當這些人 我打天才哥 其實他不是 他的樣子 被你騙了 他的樣子沒有預備 其實是有預備的 台長 不是沒有預備的 是有的 真的 是分分鐘預備 每天這樣預備 預備了幾十年 很簡單 他現在雖然在說話 他是在預備明天早上九點半夜 怎樣去主持歌會 不是 明天真的不是開玩笑 明天 當然主持的會 對我來說 沒什麼難度 但你要控制場面 以及給所有人 都有機會說話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明天 因為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例如政府那方面 我會給他十分鐘 大班我也是給他十分鐘 林毓華我也給他十分鐘 有關人等 好像一個Statement 每人講十分鐘 然後我們每個議員 每人可以講五分鐘 你就可以問這些人 一般來說 整個會議程序 要保持它流暢 大家可以講 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難度 不過我們也準備了很多資料 給一些議員 希望他們做一下功課 不要到時在這裏九點 這是最重要的 但出現這個機會 情況相當之高 有些已經被信我九點了 寫了信來九點了 包括莫乃光、劉慧卿那些 已經有九點了 大球整個方法 又要開這個專責委員會 我現在有很多信 你知道嗎 真厲害 我這個主席 原來很多人要給我的壓力 這麼厲害 沒有 這個一定是看著你怎麼做 如果有什麼差池 背後就有很多錢 這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這麼多人看實 但是我想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也問過大狗 其實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立法會的全體P&P的機會有多高 應該沒有 沒有啦 大佬 例如在這個P&P上 就算你過到大會 也說不到 現在這個情況很惡劣 對嗎 我也在這裡說過一次 現在的分組投票 當然是沒有機會贏的 但是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功能組別那邊反對 但是地區席選這邊贊成 現在地區席選佔優勢的情況 都改變了 因為你是18對17席 隨便有一個 即是所謂的泛民 隨便有一個去了柯尿 忘記回來 或者出去吃飯還沒回來 只剩下17對17席 你就死了 所以議事規則修改 如果去到大會通過的機會是有的 因為你18對17 你少了一個 那就17對17 即是上次反國教的動議 反國教的動議 梁國雄被人趕了出去 那就剩下17個 你17個都贊成 沒用 對方有17個 你34個在場 你17個等於被否決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當時就說 你梁家傑選什麼 大會主席呢 讓你選到 那就剩下17 即是找自己笨 是不是剩下17了 那17你永遠都不能贏 分組投票 反對也沒有效 贊成也不行 你反對也不能反對 因為其中有一個過不了 理論上有些是 但如果你梁家傑選 你反對的能力也沒有了 有時候那些事情真的是 匪夷所思 這就是因為你搞了功能組別出來 現在最好笑的是 馮檢基、何俊仁、陶謹申三個直選議員 變成功能組別 你現在投票是計算功能組別 現在投票這三個人計算功能組別 如果對他們有一個絕大好處 他就不用投票 因為他的投票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無論他投贊成反對也沒有意義 因為人家建制派佔多數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還免了政治責任 對 免了政治責任 他說不投票也不關我的事 又對大局沒有影響 這樣嗎 現在還可以 那你說多絕呢 三個原本是人民授權 直接授權 竟然改了功能組別 現在是進了功能組別 一到動議、辯論到要表決的時候 他是代表功能組別投票的 每次都可以掛掉 這些就是後遺症 早就說了 I told you so 沒有人理解我 最大惡極 四個字 民主黨這個政改方案 四個字 最大惡極 後患無窮 然後普選無望 就是這樣 那是否最大惡極 後患無窮 普選無望 是否最大惡極 那是否應該要被人票債票上 是否應該要輸到糟糕 你陶謹申何俊仁 現在變成功能組別議員 很高興 幾十萬票、二十幾萬票 有人民授權 有人民授權 你見不見他們夠膽大? 大師債說我表最多 這樣走出來說 幾乎等於等額選舉 我逼投給你 我那天才跟馮檢基說 你好了 現在投不投票都可以 是呀 不投也無所謂 你知不知道 你這麼高票 是因為我們有些人陷入投票給你 是嗎 就是這樣 所以這種制度 你說 整個香港政治發展的影響有多大 這些人為何不抵鬧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主席 每次這些新規劃 和土地重新使用的決定 最後就像一些權貴的提款機 一個就是地區的權貴 另一方面就是大財團 你看回整個東北的規劃 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古洞作為一個新市鎮 和住宅的用地 大部分都是長實 預早買了土地 那你就把古洞 就畫 那個古洞的位置 好像特別為長實 而設計一個新的樓盤 整個規劃好像為財團而設 而那些普通的市民 住了十幾二十年 就要被迫遷走 陳議員正如提出 主席我的問題就是問 政府在東北方面 會不會檢討過去多年來的傾向財團 和權貴的規劃 就在安排方面 確保低層市民 特別一些牌照屋 和一些農地使用者 確保可以有福耕 和可以在園區安置 確保生活不會受到重大的影響 局長 多謝主席 主席 當我們規劃這個新發展區的時候 我們規劃處的同事 是以怎樣規劃這個新發展區裡面 不同的地塊的用途 怎樣做 是以整個新發展區 最理想最恰當的角度去考慮 絕對不會 亦都沒有 將發展商囤了什麼地 然後參考在內 我覺得這個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亦都對我規劃處的同事不公道 主席 至於福耕 我們聽了很多意見 亦都是之前多次表示 我們明白到現在在朗園南北 明白到在府地爭 加起來 用來做福耕的地方不夠 所以我們在諮詢期裡面也有說 我已經要求規劃處的同事 看看優氣用地裡面 可不可以有些地方用來出來 給喜歡耕作的朋友去耕作 亦都主動找了漁護處和地政處 就住發展區附近 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更加多的地方出來 給願意耕作的朋友去考慮在那些地方復耕 我們是尊重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是盡量會做的 同樣道理都適用在我們考慮 一些不遷不拆 或者是園區安置的要求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拿出最大的誠意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都好 可能到最後都難免會有些人受到影響 但我希望大家都會明白一點就是 我們做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規劃 除了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的同時 我們都考慮全港市民的利益 我們會盡可能 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做到妥善的安置和賠償 多謝主席 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完全不懂規劃 查清楚古洞的土地總有權是誰 主席 主席 我的問題是問他會不會確保 那些住了幾十年在地區 作為農戶 或者傳統生活 確保他們可以繼續在地區居住 他確保那裡沒有回答過 主席 我認為局長已經回答了 正如議員知道 我們稍後還會有一個 以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 作為主題的一個議案辯論 議員有不同意見可以在辯論的時候提出 可以來這裡 實際上 請問他 怎麼回答 好 請問我